资料图 北京时间7月21日 2018年韩国乒乓球公开赛 女班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陈梦和朱雨林顺利晋级半决赛 加上已在昨晚提前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胜出的刘诗文 四场中 中国队就占据了三席 另一个名的属于日本选手石川家纯 昨晚提前进行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 是两场中日内战 结果 刘诗文以4分2 3-11除1 11-4除1 11-6除1 11-6除1 6-11和11比9 战胜队有王曼日 石川家纯 以4-0 11-8除1 11-5除1 11-6和13比11击败伊藤美城 今早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 是陈梦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正义进 前者单打现世界排名第三 正赛中先后战胜了各有李嘉义和丁宁 后者是现世界第九 先后击败日本选手长期美右 和韩国选手田智希晋级 第一局 陈梦在1比3落后是连累4分 虽在7比4领先时 被对手追成7平 但他的进攻再次造成对手15 而连下4分 赢得首局 第二局 正义进倒得更加凶悍 而陈梦在多排中是物赠多还吃8球 结果 前者在两平后一路领先 11-2又扳回一局 第三局 陈梦打得更加细致 在多排中占了上风 一路领先 以11-7栽下一局 第四局 陈梦从0到2号开始发力 通过加强进攻 线路变化和发球 造成对手连连失误 很快以11-4取得3比1的领先 第五局 打 对更为放松的陈梦 利用连续职线球得分 11-2拿下整场比赛 顺利晋级 稍后进行的是朱宇林对阵韩国选手徐校园的比赛 前者单打现世界排名第一 先后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清越 和日本选手嘉藤美勇晋级 后者单打现世界排名第13位 先后击败了朝鲜选手金苏宋 和日本选手之前杀季 第一局 朱宇林在4-3时利用进攻连得5分 但心急得他连续下网 出界 比分变成9比肉 学校园回球下网 朱宇林发球得分 11比肉先胜一局 第二局 双方从3平打得5平 朱宇林连得3分奠定优势 凭借学校园的发球下网送翻 11-7在下一局 第三局 学校园失误增多 屡屡下网 朱宇林利用发球和进攻 一局取得8比3的领先 11比4再胜 第4局翻平后 学校园再也无力抵抗 虽然在6-3时交了暂停 但认为能阻止小猪的得分势头 朱宇林以10-3拿到赛点 最后 他用一板放短球 以11-4拿下此局 凌峰对手 至此 女单四强全部产生 晚些时候 她们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对阵行侍卫 陈茂对阵刘虚文 石川家传对阵朱宇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数换